大飛鞍天娜 今天沒有生活王國 希望因為下個星期會全線做 我現在在掛橙梅 看看橙梅可不可以收一點點的居馬費 幫我完成了生活王國 在這裡跟大家說 現在香港已經是國安治港 在這裡也看到過去比較低調的人大 政協開始由民建聯工聯會 或者這些愛國者開始動動 希望大家都要明白現在大陸沒有游泳 做人大政協沒有游泳 是不是 企業也是這樣 而做大陸生意更加渺茫 在這裡優惠政策又陸續取消 人大政協還有什麼用 但是不是 對於愛國者治港 他們的腦袋在想著 就是在香港 希望特區政府給資源 就是說 沒有了個橙 拿回個桿 接著在香港 就開辦一個叫做什麼 人大政協辦 借用人大政協 接著 你們香港市民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去這些投訴 然後他就幫你反映給中央 告訴中央 香港人發生什麼事 會不會直接幫到 在人大兩會那裡 這樣人大政協就發揮了作用 但是我只問一個問題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為何爛尾楼 人家都問你的 人家都要求你 幫忙 結果 你看不到 真的看不到 尤其是珠海中山這一班 你有誰看得到 人大政協是幫忙的 全部不問不問 今天就不同了 因為大陸這支水 沒有錢賺 接著怎麼樣 接著當然 那馬上就 我們是人大政協 我們在香港開辦事處 你們找我 那錢從何來 那當然 這些就是要求特區政府 撥資源 你給錢 那他們就可以請人 接著他們就可以吃盡條水 接著就可以 告訴香港人 你有什麼事 我幫你出頭 你要大陸做生意 接著 我可以幫你搞什麼 用政商關係 甚至用這些名目 吸納更加多的人 更加多的資金 令到他們 可以 肥過肥仔水了 各位 這個就是特區政府 這個就是民建聯 這個就是工聯會 他們做的事情 就是想辦法 用考納明目去做 如果你是為人民服務的 從頭到尾 不是今天 你才做這些事情 你一早做 為什麼今天做 因為上高的油水不足 尤其背著人大政協 在大陸都賺不到什麼錢的時候 這樣就要打香港人主義 但是你說有沒有用 當中國的政策下來了 虎主 就是好像南美樓 不想你提 不想你問 那我問你了 人大你夠不夠質問中國政府 或者在兩會提案 不敢 不會 這樣我就再問多一句 就是你憑什麼 憑什麼去干涉中國的內政 你說你為香港人 解困 那不是的 很多的投資 現在投資失利 我們香港人 現在這麼多的大陸騙案 騙我們香港人 千千萬 有沒有一個人大代表 甚至連警方都沒有扶 你們有沒有又說 不是 但是人大政協最主要 就教你怎樣投資大灣區 一起賺錢 可能 這個才是真正的方向都不頂 看到 現在 現在的特區政府 看到 這一幫所謂的愛國者 他們 過去 應該有機會做到的事 沒有做 包括南美樓 但是 到今時今日就跳出來 無非 就已經去到 找不到吃的地步 這樣都要考納明目 既然大陸沒有 找不到吃 這樣 在香港 再找一波 撿完美水 我相信 都不錯的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最終Share 訂閱科金看廣告 可以的話 加入 會員和比賽 代表尼娜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